国画创作数十年的蔡淑珍老师 在国内外获奖无数 教学遍及海内外 近期她也受邀到大甲高宫 展出多福她最擅长的花鸟 以及人物精选作品 渐渐精彩细腻 消防也希望透过展览的方式 将美学的观察跟体验 融入到师生的课程当中 进而培养艺术美感 仔细介绍起墙上的画作 国画创作数十年的蔡淑珍老师 在国内外获奖无数 教学遍及海内外 这天受邀到大甲高宫 展出多福她最上场的 花鸟及人物精选作品 每一件创作都细腻精彩 三百六十五天有花的日子 都是美好的 所以我在创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写生 所以在一面欣赏花的时候 让我们一面创作 所以我在创作过程 有人说创作是很辛苦的 其实是我是很快乐很愉悦的 蔡淑珍老师表示 由于自己从小就在花东长大 对大自然充满向往 这些元素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题材及灵感 尤其画作中最常展现出四季交替的 兵分多彩 透过笔幕呈现将自然之美都记录下来 而丰富的作品呈现也让工科师生受益两多 科学压力又大 还有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本身有在学音乐 就觉得心理上的就有一种缓和 就是不会那么压力那么大 也放压力的感觉 文学气息其实在生活中也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增加一些古文尝试 而不是说就是专注在自己专业科目上 多充实一些课外的气息之类的 我们这算是软体的东西 也借这个机会呢 让同学们可以吸收到一些 比较细致的东西 还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孩子虽然是学工科 可是他进到这个场域来 他可以感受到艺术家他创作 他在心灵里面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他除了这个美感的教育之外 他也是一个心灵的教育 展期至即日起到1月15号为止 校方也表示 希望透过展览的方式 将美学的观察与体验 融入到师生的课程当中 借此培养艺术美感 激发创意想象 借程博和台中厂报道